这个职业选手的范 看这个年龄应该是在十岁左右 十岁十一岁这样 我们现在没有这位叫东东的选手的资料 相信也许不久之后也会有 发力也是非常碰 很沉稳 一朝一世 还有点心理 这控球不够精细 但是准度是没得说 毕竟只是十岁的孩子 手上还没有这么多的感觉 但是准度没有问题 其实赛前我看他有一个动作 是不是要故意打不进 给这个小朋友留个机会 感觉就是故意的 因为如果这个球小进的话 不可能加这么大旋转 如果真正想进的话 考考你的中远台 他还是想去加旋转 去K一下篮球 把篮球K起来 这样的话肯定会损失准度 东东也是加了比较强的旋转 这个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观众朋友们非常幸运 因为之前刘松和赛尔比的比赛进行的还是比较顺畅 四季比赛用了不到一小时 所以我们将有幸的能够看到 斯诺克选手马克 赛尔比的花式表演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个花式表演的功力到底如何 我印象当中好像每年都有这种 包括这个斯诺克 也是有这种花式表演的比赛 世界的花式比赛 我好像没见过这个赛尔比 但参加过比赛 一会看一看 赛尔比到底是如何 不一般是打到这种水平的选手 一般都多少会一些花式 好球 还有雨 这个显得太帅了 这个手上的功夫 有手感 知道如何发力 表演赛 还是坚持把球打完 我看这小冬冬好像 输球还是不情愿的 其实随着我国斯诺克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 也是在傅家俊 丁敬辉等一批球手的带动之下 我们感觉到 确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在迅速成长 而在他们之后 就是有像东东这样的小球员 包括我知道 唐志导手底下有这么几个学员 也就是10岁11岁的样子 已经打得非常的漂亮了 包括徐志导也是带了几个球员 包括蔡金融蔡志导也是 对 可惜了 有前途的